我太太的舅媽 他們小朋友其實蠻喜歡吃酥酥脆脆的口感 然後那一天剛好就剩下的饅頭 然後我就覺得饅頭其實把它切成小冰狀 然後直接去炸 然後當天意外的受到非常多小朋友跟喜愛 今天介紹脆皮豆包球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食材會用到豆包漿 然後這個豆包漿它其實黏性非常足夠 當然今天如果豆包漿沒有 其實也可以用豆腐 然後直接打碎去做成的泥漿也都可以 然後首先我們這邊會把饅頭 直接把它切成小丁 然後像這種饅頭它其實就跟吐司一樣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讓它整個屑屑都掉 其實你就可以用鋸齒刀慢慢來切 然後直接用鋸的方式 這邊就不適合你用壓的 壓的就會把它整個形狀壓醜掉了 這邊會建議稍微切大概就是不到一公分 如果你今天的丁切很大一顆 等一下炸起來全部都是看到饅頭丁了 所以這邊會建議稍微切小塊一點點 不要切太粗 好然後我這邊會切一點點 增加一點點香氣跟口感 會給它一點點的素火腿丁 這邊素火腿我就不建議用打碎的 如果直接打碎它整個口感就不見了 所以我這邊會稍微把它切成丁狀 然後就可以直接放在調理盆 先放在調理盆裡面 然後我們大概兩片的薑片 一支的芹菜 然後香菇 然後直接就可以把這些食材整個均勻拉碎 然後一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調理盆裡面 通通放好之後 這邊我們就可以直接加入豆包漿 然後裡面我們會調味 會給它一點點的胡椒粉 然後少許的一點點鹽巴 然後糖也一點 然後直接慢慢的去把它做攪拌就好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會準備 剛我們切好的饅頭丁 然後麵粉就直接在盤子旁邊 然後就抓適當的大小 就這樣一顆一顆的先把它 鋪在麵粉上面 這邊饅頭啊建議就是山東饅頭 或者是比較有紮實的口感 然後這饅頭啊盡量就是買回來 然後至少要冰過隔天 如果你今天是有些饅頭它比較鬆散 其實就比較不建議 我們還需要一顆的雞蛋 然後簡單的把它攪拌均勻 你就可以直接火上薄薄的一層粉 然後直接在手抓一點點蛋液 然後把它敷在表面上 好像這樣已經沾好之後 這邊就會建議先開火 讓它有一點點溫度 然後下面我會刷上一點點的油脂 直接在不沾鍋裡面刷薄薄的一層 然後直接就可以放進來了 今天如果沒有饅頭丁 也可以用一些像吐司丁 吐司丁其實也可以 有時候我們買一整條吐司 就是未必可以吃得完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冷凍 或者是直接把吐司打碎 它就是新鮮的麵包粉 像這樣通通放進來之後啊 表面我們可以刷上一點點油脂 就薄薄的一層就好了 這樣少許的一點點油 然後就像這樣子直接把它蓋起來 然後用160度 然後氣炸五分鐘 好五分鐘到了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打開 你看直接顏色就是這麼漂亮 然後它這樣子其實就不會太多油脂 而且會有那種酥炸的效果 因為我老婆喜歡吃韓國料理 所以她很喜歡吃這個韓式芝麻葉 韓式芝麻葉跟一般的芝麻葉 差在它外型會不一樣 它的香氣啊會有一點點嗆辣 而且它吃起來口感會比較有主角的口感 然後搭配我們的脆皮豆包球 它其實口感會非常的獨特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鋪在底部 然後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直接把我們剛剛氣炸好的脆皮豆包球 就可以直接夾起來 好 那我們的脆皮豆包球就完成囉 我們到齊了